打造云端问卷秒上手 云端问卷的使用时机白白种 是我们不可或缺的好工具 它可随时随地编辑、修改与发送 同时调查众多对象 也支援及时报表及汇出 方便分析调查结果 而且系统一上手,省时又省力 还能印成纸本,可说是一时二鸟 现在就让我们学学如何制作云端问卷吧 首先进入Google云端硬碟 输入罩号密码登入后 点选新增,将滑鼠一致更多 点选Google表单,就能设计问卷咯 请在标题栏位输入问卷名称 点选加号即可新增问题 有单选题、复选题、短答题、长答题、下拉式选单 其日期与时间等多种题型可以选择 首先,以单选题为例 请从题目右侧的选单中选择单选 并输入题目与选项 点选新增选项,可增加选项 点选新增其他,则可新增一个 让使用者自行填答的选项栏位 若想删除选项,点按右侧的叉叉即可 选项也可以放上图片 只要将滑鼠移到选项上 点按右侧图示,就能选择图片插入 如果想建立不同题型 从题目右侧的选单中即可设定 核取方块为复选题 简答是短答题 段落则是长答题 有时你觉得选项太多想简化画面 或是各选项独立,没有互相比较的必要 可选用下拉式选单 如果问卷中需填写日期或时间 可选择日期或时间项目规定格式 以免每个人写法不一 造成后续统计困难 另外,有时你可能想调整题目顺序 只要用滑鼠按住题目上方的点点图示 上下拖动,就能改变顺序 想调整选项顺序 再按住选项左侧的点点图示即可拖动 还有几个常用的题目设定 一是设定碧田 请开启题目右下角的碧田开关 二是设定跳题 点选新增区段图示 再回到想设定跳题的题目 点选右下角图示 选择根据答案前往相关区段 并在选项里设定想前往的区段 就完成了 三是删除题目 点按右下角垃圾桶即可 别忘了,好看的问卷更能吸引大家的目光 为问卷加上吸睛的设计吧 点选画面上方的调色盘图示 再点选选择图片 就能选择喜欢的主题咯 现在只要点选传送与连结图示 勾选缩短网址 复制网址 传送给你想开放填达的对象就OK咯 若想观看问卷结果 只要点选回复 在摘要部分可快速 检视报表与图表 也可点选个别 检视每个人的填达 如果发现某份填达有物 可以点按右上角垃圾桶 删除这份无效问卷 另外 只要点按右上角图示 选择下载回应 即可汇出问卷用Excel编辑 也能点按网页右上角图示 选择列印 将云端列印成PDF档 当想停止收卷时 只要关闭接受回应开关即可 现在你已经知道制作问卷的基本方式 而要让问卷更亮眼 有几个小Pepo能与你分享 首先是有简明扼要的题目 以聚焦调查目标对象 与希望得知的结果 也能多利用行销小工具 像是短网址 QR Code 社群APP或网站公告 也可发送纸本问卷 来增加曝光率 给予奖励也是鼓励填达的好方式 激发使用者的好奇心也很重要 可以点按设定图示 于一般页签中 勾选填达者 可以显示拆药图表 和其他作答内容 来公开问卷结果 也可在表单说明处 填写你的动机 或在设定中的简报页签 填写感谢语 与活动引导网址 让问卷更加完整 把握基本制作方式 与加分小技巧 打造优秀云端问卷 绝非难事 不妨试试吧 我签ac赚 我签了 你再不要说 我签金 这个 laughing 都不不妨试